大家在欢庆双十国庆的时候 玉里景奔局是坚守岗位 碰上大雨辖区两处金针花园区山路土石塌落 远景不仅抢先抢快封闭交管 尤其也编排了警力协助维护累火车车站交通疏导 让这一次双十廉价交通可以平安顺畅 前两日大雨不停 辖区复零六十弹三连及玉里刺客三连外 产业道路多处贪方落实 玉里景奔局远景立即到场封闭交管 守护游客民众的交通安全 除此之外0918强镇南区佐西复里 以及玉里三乡镇多处桥梁中断 玉里景奔局加强交通指引宣导 另外连续假期辖区各知名风景区出现出游人车潮 远景更是不敢马虎现场疏导交通 让出游的交通顺畅 游客玩得尽兴 双十国庆三天廉价 玉里景奔局妥式规划警力 在台九县 花193县道及台三十县等重要路口编排交整缸 更在玉里火车站以及副里车站持续周边疏导 协助旅客上下车接驳 以确保人车顺利通行 坚守岗位 使得双十廉价交通平安顺畅 不仅游客也生活地方的肯定 国庆三天廉价 花蓮南区受到九一八地震以及近日豪雨以下 交通疏导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但在同仁们用心以及努力之下 使得辖区交通顺畅 再请查报顺利 这里特别感谢所有的同仁 今天是国庆廉价最后一天 玉里警分局分局长温基辛也呼吁民众 驾车返回工作岗位 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并听从警方疏导作为 平安出游 安全返家 记者是玉兰 玉里正采访报导